在三国这一历史阶段 相对于曹操和孙权 刘备几乎可以说是草根逆袭了 就曹操来说 出生在关幻世家三国治 称其为汉象曹三之后 曹操的父亲曹松是曹藤的养子 曹藤历史四代皇帝 而就孙权来说 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 为自己留下了一帮文臣武将和江东六郡 当然 对于刘备来说 虽然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 但是其表示自己中山晋王刘胜之后 也即是汉氏后裔 那么问题来了 刘备自称是中山晋王的后代 为何不直接说自己是刘邦的后代呢 感兴趣的读者和驱历史小编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在不少人看来 刘备自称是中山晋王的后代 而中山晋王刘胜是汉锦帝刘其之子 汉武帝刘彻一母兄 也即是刘邦的后代 所以刘备直接说自己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后人 不是更加直接和让人理解吗 对此 在笔者看来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问题 当时的刘备不可能不知道 而刘备自称是中山晋王的后代 却只字不提刘邦 其实是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一方面 刘备号称中山晋王之后 有地理上的考虑 以及更加容易让人相信自己是汉氏后裔 对于建立西汉的刘邦和东汉末年的刘备相隔了数百年 因为刘邦的后裔太多了 对于已经家道中落的刘备 说自己是刘邦的后人 很难让人相信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 中山晋王刘胜的封地就在卓俊一带 而刘备就是幽州卓俊卓献人 由此 刘备自称是中山晋王的后代 比较准确和容易让人相信 从而有利于塑造自己汉氏后裔的形象 另一方面 刘备之所以自称是中山晋王的后代 而不说是刘邦的后人 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宗法制 存在一定的关系 在古代宗法制的影响下 刘邦之后的汉朝皇帝 比如汉武帝 汉宣帝等 也即拥有嫡子继承权的一支 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刘邦帝 多少代子孙 视为大宗 与此相对应的是 对于被分封出去的一支 通常会自称一宗 称为小宗 就中山晋王刘胜来说 作为汉景帝刘起之子 被分封为中山王 所以成为这一小宗的祖先 而对于中山晋王的后人 通常就自称自己是刘胜的后人 而不能直接说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 最后 进一步来说 很多家谱在记载上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比如李姓 刘姓 王姓 张姓等大姓 一开始同一姓氏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后来 因为战争等影响 同一姓氏的人迁移到各个地区后 就会重新立一个家谱 十祖就是第一个搬迁到新居驻地的那个祖先 由此 对于刘备来说 自称中山晋王刘胜之后 也和家谱记载的规律相符合 总的来说 通过汉氏后裔的名声 刘备聚集了关羽 张飞 赵云 诸葛亮等忠于汉氏的武将谋士 为自己建立蜀汉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就是让她在弄的基础